你好,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,说是北京西城区是全北京教育质量最好的区。 多年来一直存在孩子上学竞争激烈,学校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。 有的孩子上学还有特殊的名头,像什么政策保障声,条子声。 前两年,西城区政府为了平息民间的舆论,引入电脑派位系统。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,孩子的入学竞争变得更加激烈。 今年电脑派位系统跟大伙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 一开始,很多家长查到孩子没有学上,过了几个小时后,家长再查询时,看到一个大大的惊喜。 所有的孩子都有学上了,很快西城区教委报警。 在事后的公告里,说是电脑派位系统代码逻辑错误,具体发生了什么事,记者也不清楚。 这个新闻让我想起自己为什么移民。 在国内时,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,他的上学问题渐渐让我发愁。 孩子上幼儿园时,我们小区有幼儿园。 但是,大多数家长认为我们的幼儿园不行,想办法把孩子往大家认为好的幼儿园送。 当时竞争还不算激烈,我们把孩子送到了一个机关幼儿园。 上幼儿园时,就要考虑上小学的问题了。 我们附近有一个私人开办的学校,说是他们能把孩子教育的比一般孩子更适应小学的学习。 我们去学校现场看了,就是租了一栋桶子楼的一部分。 教室里除了桌子、凳子,没别的东西。 他们声称校长是台湾人,还有西方国家的留学经历。 学校不管从硬件还是软件看,我都觉得不行。 我们住在北京南城,丰台区。 丰台区的教学质量比较差。 我老婆就往海淀区跑,说是要让孩子去海淀上学。 我觉得我们没能力把孩子换到海淀。 那时候,我经常买彩票,幻想中个500万就解决问题了。 后来我老婆经常抱怨没去海淀买房子。 我老婆说我胆小怕事。 我觉得我老婆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 没去做,怎么能知道自己做不到呢? 我有个朋友在海淀的事业单位上班,他孩子比我孩子大两岁。 他说他单位的同事多数都把孩子送到中关村小学了。 中关村小学当时分一小二小三小。 这三个学校差别也很大。 听说一小最牛差。 那时候,杨立伟在天上转一圈下来没几年,正是风头正进的时候。 人家说杨立伟的孩子就在中关村一小上学。 我朋友跟我说的时候,他已经为了让孩子上学花了小十万块了。 给中间人红包,给学校校长和相关领导送钱。 他就像地烟一样把钱给人家。 人家也不给他收据。 我感觉这事真是难办,我没钱,也不认识人,以后孩子上学怎么办呢? 听说有的人啊,在孩子上中学时就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,说是外国教育好。 我就想移民出去,让孩子从小就在国外上学。 比在海淀上学还好呢。 我就准备移民了。 今天就说到这里,谢谢。 。